郭華老師跟Mita這一組 郭華老師選的這個是誰 911 這個一定不會錯的 911是Mita目前的偶像嗎 321 請舉牌 好 你真的還要給我嗎 怎麼可能 他現在房間裡面 貼的就是912的照片 不是 是因為你前 大概2017年的時候有辦活動 然後所以我就剛好 就拿一張牌棒 然後貼在牆上 可是我沒有喜歡過他 沒喜歡過 因為我辦了一個活動 邀請他們來當來賓 還想說他太小 結果他從頭到尾嘻哈到 你既然把他的海報貼在上面 可是你就說你的偶像不是他們 那你為什麼要有貼海報 這個動作呢 問題是他海報是日曆 所以我就想說 就可以看一下日曆 然後就貼上去 而且那明明就已經很久了 你會撕下來是這樣覺得 一般人叫少女少男 貼偶像的海報就是喜歡 那一句一直沒有撕下來 單純是因為那個年交太黏 好 我們來到我們第二組了 國華老師還有可愛的Mita 這一題完全是送分題 啊 哎呦 你要確定耶 你前面已經那麼多題都答錯了 沒有 我想這題非常有把握 現在看你 看你沒有 你要挑選哪個提醒 爸爸來決定 因為這個非常簡單 嗯 飲食習慣 因為我不只是Uber當司機 我也不會在家裡 騷腳吃餅乾看電視 哦 我是我們家的廚師 哦 我還有在去區我哦 我煮的 我煮菜 而且呢平常呢 我我在家呢 就是會買這個當季的食材 哦 他要吃什麼我太清楚了 那一定得要落至少 這一題簡直就是送分題了 送分 所以我跟你講一定是送分題 來Mita 選一個顏色 這個送分題了 來 黃色 黃色 OK 來 下一個題型 第二個就是喜好興趣 我知道他們從小就喜歡什麼 然後他們強項是什麼 比如說他不喜歡念書 我就會培養他們其他的興趣 那他喜歡什麼興趣 Mita有沒有遺傳到你那個 努力的天分 所以我喜歡那種動態的 那你喜歡運動 你喜歡運動類的 對 跳舞 打球 打球也還滿喜歡的 兩題應該對於 國華老師來講都是送分 加分的 送分題 選一個顏色 藍色 藍色 好 好的 厲害了 兩題的考驗即將見真章了 來 進行 來 我們的大考驗 飲食習慣題 女兒現在心裡面想吃什麼食物 Right now right here 現在 請作答 女兒現在心裡面想吃什麼食物 Right now right here 現在 請作答 太容易了 現在 三 二 一 你寫好了喔 是不是 你好厲害 是不是 果真是送分題啦 我就跟你講這快題是在的 他老師很棒耶 這個炸出 因為你平常都在做菜給他吃嘛 乖不得 這題真的 他每次回來都要點這個 這個真的是對你們來講 真的太簡單了 來 我們公布答案 上二 一 請舉牌 對吧 來 自己看一下 差很多啊 國華老師你自己看一下 為什麼是麻將麵 你什麼時候有吃過沙茶蛋飯 有很好吃 什麼時候 誰帶你去吃了 我很常去吃耶 去火鍋店那些什麼的 然後就自己在那邊 弄沙茶蛋飯 可是你每次點的都是麻將麵啊 子哥你繼續吃 怎麼辦 你煮那個麻將麵比較不會那麼難吃 什麼 他的意思是原菜不好吃 只有麻將麵才好吃 像爸爸平常 不可能 爸爸最難吃 你只有麻將麵稍微能吃 就是麵中 如果真的要選一的話 就覺得那個煮得好吃 他經常點的就是這一個 我還為了他去團購這個麻將 其實Mita也是一臉無奈 感覺好像很傷心 爸爸不瞭解他的心相愛 我一直以為我一點瞭解 好難看 他可能吃膩了之類的 第二題 第二題 七號 女兒星期三 上什麼才藝課 請作答 3 2 1 好 7點 7點半 對啦 好 來 3 2 1 請舉牌 對啦 這個定了 對了一個 對 終於對了一個 因為本來是期許你們可以得20分的 但是沒想到竟然還是只得20分 沒關係 是現在目前你跟Tommy哥平手 好 後面的繼續加油啦 然後一一場 就靠這裡啦 對 國豪老師有沒有信心 洗刷麻將麵之池 來 選一題 選一題 第一題 好 這一題有特別貼上白白的 對 一定當中必然有玄疾 這個你專門的啦 這個就是為你量身訂製的啦 媽媽平常 最常做什麼動作 給你們想三秒鐘 來 媽媽 3 2 1 Action 1 1 1 好 打開眼睛 真的非常的厲害 你在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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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包包然後他腳都會伸比較長 因為這樣子才會顯得腿很長 因為他要拍照嘛 你腳如果這樣子的話 這樣你腳看起來就很短 你真的不了解 你連他都不了解 哪裡有 他平常每次就是一直在滑手機啊 他很長拍照 他拍照很少 他最常是滑手機啊 拍照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直播之前他要賣衣服 他就會拿著包包啊 然後穿那個衣服 然後這樣子拍啊 可以 我現在可能回去婚姻也會有問題 沒關係 我回去好好檢討 好 謝謝 謝謝 這一組還要再問嗎 這個 當然要啊 大家都要有機會講啊 他們已經傷痕累累了 沒有關係 傷痕累累 你才沒有機會跟爸爸講真心話 就是 那不要那麼歸嘛 然後不要那麼敷衍我們 就是有時候去住校 然後難得回家 然後都沒有看到你們 然後假日 就是跟你說 想要出去玩 你都說好... 可是到最後一次要跟你說 可能禮拜天要出去玩 可是你就說 可是我原本已經說好有事情了 好啦 好啦 這個 因為有時候臨時會有一些 狀況 狀況 但是... 但是... 對... 真好 打孩子 我說怎麼開幹什麼 好女婿 好戲話 講不上變化 沒有 我覺得龜毛是這樣 就是說 爸爸嘛 總會對孩子希望 多一些 耳婷面命的事情 尤其他現在在學校住校 住校裡面一定會有同學啊 然後... 可能... 會... 同學之間可能會發生什麼糾紛 或什麼... 會擔心 所以就會常常跟他說一些 怎麼去應變這些事情 總要學習的 工作 家庭 然後如何去增進這個 跟孩子之間的感情 因為我真的覺得我很了解他 對 因為其實真的都... 平常相依為命嘛 所以... 會覺得... 了解的程度真的是不夠 尤其今天這樣一測驗下來 真的很汗顏 對不起 就是爸爸沒有搞清楚 對不對 以後會盡量了解 對不對 你喜歡吃的是什麼東西 那...以後不要再... 那個... 麻醬麵了 不要再麻醬麵了 對 好 我答應你 好啦 今天... 好受傷喔 這個麻醬麵那個事情 極亮點就是三個字 麻醬麵 對